今天的AT个股推介是中移动941 选选的原因是 中移动2022年预测的股息率超过8厘 5G的客户数目远高于同业 而且企业业务具备潜力 未来持续有回够的憧憬 值得读者趁股价回至较低水平时作长线收集 过去几个月虽然内地多个城市出现风控 但中移动在上个月公布今年第一季的业绩 期内营运收入仍可以按年上升1.4至2,270亿人民币 当中占比最大的通讯服务收入 按年升9%至1,900亿人民币 销售产品和其他收入大增6.1至335亿 汇丰证券说由于供应改善和5G手机需求带动 中移动产品的销售表现强劲 除了业务未见受疫情影响外 内地电讯营运商逐步将客户由4G转移到5G 而截至今年3月底为止 5G的套餐客户数目 中移动已达到4.6亿户 较中电信大约2亿1千万户 及联通大约1亿7千万户 商家起来接近3亿8千万户仍然重要多 中移动现价股值是极吸引的 加上有大约8.5厘预测股息率帮助防守 读者不妨以今日的胎市价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套到48元以下 不妨加多两倍资金去吸纳 初步目标是看60元的水平 字幕志愿者不妨以今日的胎市价买入第一注 字幕志愿者不妨以后